朋友们好,我是李医生 这个葡萄干是很多朋友喜爱的零食 不仅口感香甜,对我们的身体也大有益处 我们一起来看看 第一,赶上贫血 很多女性朋友常有脸色苍白,手脚冰凉的症状 这可能是轻度贫血的表现 葡萄干的含铁量是新鲜葡萄的15倍 每天你把葡萄干可以很好地改善,体虚贫血 第二,促进消化 葡萄干当中含有90酸,可以促进胃肠道的消化 另外,葡萄干中的膳食纤维还能吸护肠道的代谢汇物,促进排便 第三,保护心血管 研究显示葡萄干含有内黄酮成分 有抗氧化的作用 还可以抗衰老,降低胆固醇,防止血栓形成 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第四,抑制癌细胞 葡萄干中含有一种被称为白鲤如醇的成分 它具有一定的预防细胞癌变或者抑制恶性肿瘤增长的作用 第五,增强保护感 葡萄干,护含的粘性纤维,可以延防胃中食物呢 进入小肠,增强人的保护感 再有啊,葡萄干拿下面的东西泡呢,功效翻倍 首先,葡萄干泡水 将150克葡萄干,洗干净呢 放入400毫升水中煎煮 大火烧开后,改小火 熬煮20分钟,关火之后呢,放凉 第二天清晨呢,捞出葡萄干,即可饮用 葡萄干泡水之后呢,能够溶解掉一部分的糖分 从而减少呢,干脏对糖分的吸收 第二呢,葡萄干泡醋 将葡萄干呢,放入密封的罐当中 倒入米醋,没过啊,这个葡萄干 泡一碗上,即可 每天吃上一勺呢,长期食用 可以提高啊,人体的代谢机能 预防脑发炎,赶上,贫血 以及呢,记忆力下降 一般来说呀,超市里面卖的葡萄干 包装袋呢,都注明了,开袋即时 即使不清洗呢,也可以 但是啊,如果大家买的是散装的葡萄干 一定要啊,按以下的流程做 先在一个容器里面呢,倒入温水 再放入葡萄干,撒一些淀粉或者面粉呢 用手腕抓洗一两分钟 再捞出葡萄干,用清水冲洗一遍 沥干水分,就可以放心的吃了 好了,朋友们 看完了,记得帮李医生 在视频下方点赞,订阅 点亮旁边的小铃铛 同时呢,把它分享给亲朋好友 让更多的人收益 发现金结 develop Greg,马光 打钙 打钙 greater 有人